大家好,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股市,是您的观察人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新闻 首先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证实 朝鲜向韩国空投了装有粪便的气球 并表示将会继续这样的行动 这种报复行为是对脱北者团体散布反朝鲜传弹的回应 不过韩国军方对此表示谴责 认为这是一种低级的噱头 同时朝鲜也再次发射了数枚弹道导弹 这次的射击行为被视为对韩国的报复行动 这是朝鲜自本月17日以来的第二次发射 而在几天前朝鲜还尝试发射一枚间谍卫星 但也以失败告终 这些事件的发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担忧 中日韩三国的领导人在首尔举行了会议 并谴责了朝鲜的行为呼吁他们停止发射 同时他们也强调了合作的重要性 并表达了对地区和平的关切 总而言之 朝鲜最近的行动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这对于地区的稳定和和和平有重要的影响 我们应该密切关注这一局势的发展 并希望各方能够通过对话和合作来解决问题 这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希望你们喜欢 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和问题 谢谢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强势包妹金宇正 5月29日证实 朝鲜朝韩国空飘显然装有粪便的气球 金宇正嘲笑韩国是自由民主主义鬼怪 并保证还为空飘更多气球使被奉还 法新社报导 韩国媒体分享的照片显示 朝鲜空飘而来的白色气球爆开 里头中有满石垃圾及显然是排泄物的袋子 这些从朝鲜方向飘来的气球 推测为平壤当局对脱北者团体 散布反朝鲜传单的报复 韩国军方痛批 平壤当局只是低级的噱头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 江源、金基、庆上、全罗、中青等 韩国各地星期二晚间 其已发现200多个来自朝鲜的空挑气球 气球上绑着装有垃圾、排泄物等 各种污秽物的塑胶带 根据法新社及韩联社、金与正 星期三晚间在朝中所发的的声明中 证实了朝鲜朝韩国空挑会晤一事 据报道金与正指出 朝鲜对韩国空挑气球属于人民的言论自由 他还讥讽说管制空挑行为有局限 希望大韩民国政府能够谅解 金与正还说 韩国团体企图传播诽谤朝鲜思想和制度的政治 煽动存单 以及臭不可闻的低级思想 韩国方面严重愚弄朝鲜人民 理应遭到报应 他提及这是向高喊 言论自由的自由民主主义鬼怪 发送了真诚礼物 今后朝鲜将以数十倍奉还 韩国方面所上布的会晤 韩国军方5月30日说 朝鲜当地时间清晨 六十时先升东海发射十几枚弹道导弹 数小时前平壤空飘 数百个装满粪别的气球到韩国 已是对脱北者团体 散布反朝鲜传单的报复 据韩联社及法新社报道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发布的声明 没有提供细节 而在几天前 平壤发射间谍卫星的尝试失败了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 侦测到朝鲜向半岛东部海域 发射疑似约十枚短程弹道导弹 这些导弹飞行约三五零公里 该距离足以覆盖首尔大田等大城市 以及青州、水源、元州、瑞山等主要空军基地所在地 从飞行距离等来看 朝鲜发射的可能是超大型多管火箭炮 KN-15 联合参谋本部表示 这次发射是严重威胁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挑衅行为 韩国正与美国和日本一起分析具体情况 日本海上保安厅和首相办公室也证实此事 说朝鲜已是发射一枚弹道导弹 并补充到它们正在收集更多信息 但是朝鲜自本月17日以来 时隔13天再次发射碳道导弹 距离其5月27日侦察卫星失败仅3天 平壤说他星期一最新一次 将侦察卫星送入轨道的尝试失败 火箭于空中爆炸 此前首尔和东京批评朝鲜的发射工作 日本放送协会播放的一段视频显示 月空中出现一个看似燃烧的抛售物 爆炸成一个火球 报导称视频是从中国东北拍摄到的 将侦察卫星送入轨道 一直是金正恩政权的首要任务 在去年两次尝试失败后 朝鲜在去年11月宣布发射成功 朝鲜中央通信社以军事侦察卫星发射时 发生事故为题报道 朝鲜在晚间10时44分发射侦察卫星 约在一个半小时后 透过官媒承认这次发射失败 朝鲜国家航空宇宙技术总局 副总局副总局副总局长指出 这次发射失败 吸引卫星载运火箭在飞行途中爆炸 初步判断与新胎发的液态氧 加上石油引擎的动作可靠性有关 现场指挥部将再厘清其他可能导致事故的原因 朝鲜发射载运卫星的火箭后 韩国合同参谋本部向媒体发送简讯 表示发现朝鲜从平安北到东昌里一带 向西海南方发射北方所称的军事侦察卫星 韩国军方在当天晚上10时46分左右 在海上发现多枚碎片 黑色飞行物在空中爆炸后落下的残骸 总参谋部宣称美国和韩国正在对进行分析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一场表示 此次发射是一次挑衅 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 禁止使用弹道导弹技术的决议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政府5月27日晚间使用全国顺时警报系统 迅速通报称朝鲜似乎发射了导弹 通报的对象必须为冲绳线 要求他们躲避朝鲜导弹可能带来的威胁 不过当局随后解除警告 并预计导弹不会飞越日本 报道指出朝鲜已向日方通报称 将于当天至6月4日凌晨0点期间 发射携带人造卫星的火箭 并为此划射三处禁航区 据分析人造卫星可能是军查卫星 其实在朝鲜宣布计划发射第二颗人造卫星之际 中日韩领导人5月27日在首尔举行近5年来的首次会议 如朝鲜反满局站在台前 若总统尹熙月表示 若朝鲜不顾国际社会警告强行发射卫星 国际社会应予以坚决反应 法新社、韩联社等媒体报道 尹熙月在与中国总理李强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召开会议前说 任何使用弹道导弹技术的发射 都将直接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破坏地区和全球的和平与稳定 尹熙月是在原总统府青瓦台民兵馆 举行的第九次韩中日 领导人会议上自开场白时 做出如上表述 尹熙月也说 中日韩领导人同意扩大十次合作 岸田文雄说 日本、韩国和中国必须及时广义 展现智慧 合作 引命国际社会远离分裂和对抗 岸田文雄强调 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接受单方面 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 他也说 此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为重启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推动高级别自由贸易协定提供了动力 首尔官员说 李强、尹熙月和岸田文雄将就经贸、科技、 人文交流、卫生和人口老龄化等领域 发表联合声明 尹熙月在会谈结束后 在记者会表示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是关韩中日三国的核心利益 达成该目标的前提 因为建设自由和平的统一朝鲜半岛 为此切实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并为实现朝鲜无核化而努力 尤为重要 日本海上保安厅当天早些时候说 朝鲜已通知日本 朝鲜计划于5月27日至6月4日期间 向黄海和旅宋岛以东海域 发射一枚运载太空卫星的火箭 日本内阁秘书长林芳正说 日本政府已通过北京的外交渠道 要求朝鲜取消卫星火箭发射计划 美国国务院朝鲜事务担当官员普正事务 担当官员普正讯 日本外交部大洋洲局长 棉薄行 以及韩国外交部朝鲜核武外交部朝鲜 核武外交企划团长 李俊一都在接获消息后 紧急透过通话商讨对策 日本外交部说 普正讯 棉薄行 李俊一等三人 呼吁停让政权停止发射军事增察卫星的计划 并表示将透过联合国安理会的应对措施 加强美日韩合作 桃显去年11月 透过新型卫星运载火箭千里马赴一 发射首枚军事增察卫星 万里进赴一号 升空10分钟后 火箭通过日本冲绳县冲绳本岛 宫古岛 当时日本政府曾将民众发布全国顺势警报 谢谢大家 这就是本期的亚洲大眼睛 希望听到您的意见留言在节目下方